穿上房梯被双脚套袜子再盖两层被子 确诊的两岁陈小妹体温低到剩34度 让妈妈好心疼 陈小妹确诊后高烧不断 隔两天一小时内拉肚子五次 退烧后又连续两天体温只低到剩34度 一共挂集成三次 持续低温三天才恢复正常体温 第三天我才确诊 我完全睡不着 我连发烧我都不敢吃药 然后你又没有很实际的作为 可以让我们去参考 小朋友图人低温家长到底怎么判断 一是点出儿童肛温 俄温正常只是在36.5到37.5度 易温是36到37.2度 若持续35度以下就是低温警讯 原因可能是因为体外的气温 或酒精带走体温 另外服用的药物或是细菌感染 都可能让体温变低 他们低体温的原因很多 包括可能因为使用药物的关系 那另外比较担心的就是 有一些严重的感染的问题 比如说这个败血症 若家中小朋友体温低 可以观察七大警讯 不自觉颤抖 耐量变差 呼吸浅而且缓慢 脉搏微弱 手脚冰冷 活动下降 意识改变 持续观察12小时 没有好转就调送医 因为体温危害可能让心脏无法工作 甚至导致严重肺出血 肠胃道出血 心脏呼吸停止 最严重甚至死亡 是要找出他低体温的原因 那尤其是如果发现 他的感染是导致的低体温 那一定要针对他的感染的部分 去做相对应的治疗 所以如果当然严重的低体温 还是有可能会有一些生命危险 若儿童低温 但活动量不错 也不用太担心 可以增加棉被衣物 让孩子回暖 喝温热牛奶 密切观察体温变化 TVN新闻 刘丽晨曹昭元 台北报道 请支持TVBS国际Plus 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 接轨全世界 更请订阅 开启小铃铛